最近,霍奇岗的奶奶吕燕妮去世,引起了巨大的关注。 吕燕妮是霍英东的原配,她嫁给霍英东的时候,霍英东还没有发家,两个人是一起挨过苦日子的。 霍英东自己在2006年去世,当时霍英东是83岁,其实香港很多豪门原配都是活得特别长。 除了吕燕妮之外,还有郭德森的妻子,邝肖青,她目前还健在,今年是91岁。 邝肖青目前坐拥1500亿的资产,除了邝肖青之外,当年林百姓的原配太太,赖原芳也是活到了102岁,不过目前她已经去世了。 除了她们之外,目前香港豪门在世最长寿的女富豪就是杜立军了,杜立军今年已经100岁高龄了, 目前她还在世,而且身体还不错。杜立军的丈夫就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的罗英石。 杜立军这个千亿富豪财富可以说是大大被低估了,杜立军可以说是真正的女首富。 2006年,杜立军的丈夫罗英石去世。 罗英石去世后,她特意做了一个安排,让杜立军成为家族信托基金的所有人。 按照罗英石的安排,她的六个儿子,除了老二之外,其他几个人都是家族信托基金的权益人。 不过权益却不是均分的,除了罗英石留下的600亿资产外。 另外,罗家的资产还非常多。 杜立军的大女儿,二儿子,四儿子都各自在外面创业,总计控制了七家上市公司,总资产也达到了上千亿。 从2006年到现在,罗家的信托基金也不断在发展壮大。 如果几部分的资产加起来,杜立军现在至少控制了上千亿的资产。 其实仅仅是杜立军在香港冷停房大楼价值就超过了200亿。 单单是这栋大楼的租金,一年就高达数亿。 不过杜立军虽然富甲一方,但是他并不幸福。 事实上,杜立军的人生本来是非常完美的。 杜立军跟罗英石两个人从年少相识,罗家本来就是豪门大户。 罗英石年轻的时候在泰国做生意,后来到了香港南北航经营布匹生意。 50年代,罗英石成立了英军集团。 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取自罗英石跟杜立军的名字。 那个年代,香港富豪三妻四妾非常平常。 比如说何鸿燊、霍英东、林百星等人。 因此很多杭门原配下场都非常惨。 比如说何鸿燊的原配李婉华,刘兰雄的原配宝永晴,李嘉诚的原配庄月明,李赵基的原配刘慧娟等等。 杜立军却非常幸运,他跟罗英石感情非常好,两个人一直恩爱如初,罗英石也没有三妻四妾,一直爱着杜立军一个人。 杜立军最初也在英军集团帮忙,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。 后来杜立军的几个儿子成长起来,于是杜立军就回到家里相夫教子。 70年代,本来被安排为接班人的老二罗旭瑞突然跟父亲罗英石闹翻了。 罗旭瑞本来就是罗英石的好帮手,也被父亲亲定了接班人。 不过可惜的是,当时因为公司发展理念的问题,父子闹翻了。 罗旭瑞选择离开公司,之后更是回头过来联合外人趁着家族公司负债累累的时候,趁机在资本市场上收购了家族两家公司,从此父子就闹翻了。 后来,罗英石才把老三罗家瑞给叫回来,让他接班了家族生意。 因此,在2006年去世之后,罗英石就把老二罗旭瑞从家族信托基金的权益人中除名。 2018年,罗旭瑞突然找到了母亲杜立军,当时杜立军已经98岁了。 罗旭瑞本来就已经事业有成,他自己作用了四家上市公司,也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大佬之一。 罗旭瑞依旧贪心不足,找到了杜立军,让杜立军把家族信托基金重新分配,让自己也成为权益人。 因为过去几十年,罗家的资产就从600亿涨到了上千亿,罗旭瑞也眼红这笔财富。 杜立军本来一直都是跟着自己第五个儿子居住,因为这个儿子是六个儿子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从商的。 他是香港著名的医生,老五一直负责照顾杜立军的身体。 随后,杜立军被老二说服了,于是到法庭上诉,要求重新分配家族信托基金的权益。 另外,杜立军还秘密离开了老五的家里,随后住到了老二经营的酒店。 老二也不让杜立军跟其他几个兄弟相见。 接着,老二、老大、老六组成一伙,要求争夺更多的家族信托基金权益。 老三、老四、老五则是一伙,大家互不相让。 如今,杜立军已经100岁了,但是这个争夺家产的事件还没有真正结束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从李嘉欣到刘毕丽都是有手段的女人,为何她们的结局却大不相同。 1988年,年仅18岁的李嘉欣参加了香港小姐竞赛。 凭借貌美如画的容颜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冠军, 并且同年又获得了国际华裔小姐的比赛冠军和最上竞奖。 一路每每走出来的李嘉欣在出名之后,留恋于香港的富豪圈, 和很多顶级富豪都传出了绯闻。 李嘉诚,刘篮雄等,成为了香港名流贵妇们的公敌。 李嘉欣性格彪悍,十分有手段,为了上位是不择手段。 她在李嘉诚家中当众挑衅女主人庄月明, 敢打电话大骂刘篮雄的原配保永勤, 可谓是一位十分强悍的小三。 李嘉欣的人生目标很坚定,就是嫁入豪门,成为阔态。 在她38岁那一年,凭借强而有力的手段, 终于嫁给了相恋两年的豪门公子许晶亨,成为了阔态。 人生实现了质的飞跃。 婚后,李嘉欣的变化很大, 为了家庭慢慢淡出了演艺圈, 成为了一名好妻子,好妈妈。 如今,她有一位活泼可爱的儿子相伴, 并且夫妻的感情也不错, 他们一家三口生活的自由、惬意。 刘碧莉,198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, 是一位混血美女, 因拍摄《预兰游广告》而为人所熟知, 被称为《预兰游女孩》。 刘碧莉一直是一位有野心, 想上位的女孩。 比起她的作品, 人们更关注她的感情生活。 她是一名强悍, 有手段的女人。 她和富豪洗米花的恋情传出时, 她在公开场合和这位男人秀恩爱, 根本不把洗米嫂放在眼中。 甚至和洗米嫂比赛生孩子, 借此想上位, 并被称为地表最强小三。 刘碧莉五年为洗米花生了三个孩子, 最后还是败在了洗米嫂的手下。 在2019年和洗米花分手, 获得了2.5亿港元的分手费, 如今的刘碧莉是一个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。 好在洗米花给了不菲的赡养费, 她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 李嘉欣和刘碧莉, 这两个女人有一个相同之处, 都想凭借自己如花的容颜上位, 通过走捷径, 竞生为好门阔台, 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一个女人想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想法, 根本没有错。 错着错在, 想借助美貌不老而祸, 人生只有努力奋斗, 得来的财富才能让你安心, 别人才会高看你一眼。 从李嘉欣到刘碧莉, 都是有手段的女人, 为何她们的结局却大不相同? 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点。 第一,经历不同。 李嘉欣从小父母离异, 母亲韩星如可地养大了她和姐姐。 这样的成长环境, 使她养成了渴望获得财富,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。 刘碧莉从小家境还不错, 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疾苦, 她的韧性比不上李嘉欣, 李嘉欣的名气比刘碧莉高, 她周旋于很多顶级富豪之间, 眼光也比刘碧莉开阔, 她更了解男人的心, 也更善于抓住这些富豪的弱点。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, 同时也对她的三观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。 作为父母, 既然把孩子带来这个世界上, 那就要负担起责任, 为了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。 第二,对局势的分析不同。 李嘉欣头脑清醒, 她虽然想上位, 但是并没有用生孩子这一招来增加筹码。 她深知孩子只会为一段感情请上添花, 并不能决定一段感情的最终走向。 她是在正式上位成为许太之后才生了孩子。 刘碧莉在洗米华的恋情中, 她表现得很直接, 就是要多生孩子, 靠生孩子来挤走洗米华的正式, 洗米嫂。 最后, 她的愿望落空, 拿着2.5亿港元的分手费, 独自带着三个孩子。 孩子是夫妻爱情的结晶, 是夫妻生命的延续, 孩子是有血有肉的人, 他不是父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筹码。 既然父母赋予了孩子的生命, 那就要尊重孩子。 第三, 选择的男人不同。 李嘉欣最后选择了出身富贵, 且能力平平的许静亨。 她在许静亨和前妻, 何超穷, 感情已经名存实望的前提下, 用自己的善解人意, 温柔, 俘获了这位豪门公子哥的真心。 许静亨的人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, 她无心于家族事业, 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处理中, 众多的红颜知己之上了。 刘碧莉选择的洗米华, 是一位有事业性的男人, 并且洗米嫂和她是白手起家, 在她的事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, 她对洗米嫂还是有一定的感情。 如果洗米华和洗米嫂离婚, 那她将会损失一半的财产, 她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。 对一个事业之上的男人, 她不会为了任何一个女人, 而放弃自己的事业, 这就注定了刘碧莉最终的结局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要保持头脑清醒, 有时选择会大于努力,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要自强自力,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地位,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 一个女人, 不管她是否能做出突出的成就, 首先她的三观要正, 这样才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。 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, 一个人犯了错并不可怕, 只要有勇气改正, 重新做人, 都是值得赞扬的。 爱情亦世, 婚姻亦岁, 在人生的道路上唯有自我强大, 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, 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 要做一颗向日葵, 不畏风雨, 迎着阳光茁壮的成长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, 点赞, 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